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你不能跟他讲话 但是你要有这个念头回向给他 希望他的内心里面提早了解这个 利用他十八岁的健康赶快来修行 这样可以 千万不要迷失在十八岁的漂亮 而浪费了人生难得 做人很难 因为你越执着就越越越越痛苦 这个危机意识他没有 然后明明痛苦一直来找 所以各位我想善师如母众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众生 念一下众生就是众苦 众生就是众死 一个生命一存在就开始天天在痛苦 像各位如果年纪跟我一样 我快我已经六十岁了 开始不行了 人就会感受到老人 所以那天有人在这 海涛老法师 我说对很老了 很老了 快完蛋了 他提醒你痛苦来了 不能像以前这样爬楼梯啊 爬山啊 不能再像以前像睡软软的 还是坐软软的沙发 腰不好了 吹冷气以后 奇怪啊 气概会痛呢 正常的老了 要是谢谢他 谢谢他 这不是我的 谢谢他 提醒我 要赶快精进 提醒我 要赶快累积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要有这种智慧的思考 所以我们进到寺庙来 是一种信仰 我们很好 但是通过这个信仰 我们要追求是什么呢 念一下来 智慧以慈悲 什么叫智慧呢 来 了解真相 对啊 真正是什么 那了解真相以后 再来 产生慈悲 对 对自己要慈悲 对众生要慈悲 因为真相 现在你是老板 现在你是美女 现在你是总统 又如何啊 那只是 活在别人家的一种 称赞 活在别人的眼中 活在别人的口中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经常被暴者诽谤 骂 骂我 我都拿这个来修行 我在乎什么 我爱面子吗 那就不好了 别人称赞你 你也不要高兴 别人诽谤你 侮辱你 你也没有什么好痛苦 因为内心要平静 那这才叫智慧 没有烦恼 所以 等一下各位你下去 你的车子被喷漆了 被撞了一个洞 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可以开回家就不错了 不能开就借别人的车 这个叫 有智慧的 没烦恼 那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 会哦 会哦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今天你在这边 参加宝会很认真 电话打电话来 儿子被撞死了 阿弥陀佛 我不能接受 然后电话打来 不是你儿子 哦 好在 误会了 把人家人死不掉 就死好了 不是我儿子 那你太自私了 问题是 这个小孩子被撞死了 你怎么去帮助他 趁这个机会 不然呢 他浪费了 18岁 骑摩托车撞死 如果他没有面对这个 他活到81岁 还不是造了更多恶业 借由他的意外死亡 让他体悟真理 告诉他 轮回是痛苦 往生净土 对 也借这个机会 跟他妈妈说 这个世间 真相就是爱别离苦 不是你先走 就是他先走 你现在不能接受 那是你没有智慧 没准备好 那为什么你杀死小猪 为什么你杀死蚂蚁 那你可以杀死别的儿子 别人也可以找你 所以我想 佛教的智慧 刚刚讲的 看到真相 了解真相 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你平常坐在那边 好在我坐着 哪一天我就坐着爬不起来 今天我们躺着 还可以起床 你去老人院看看 他们都没办法起床了 拿给他东西吃 也不知道吃什么了 他连想要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且没有家里人来看他 我去老人院会觉得很可怜 很少家人去看他 我昨天去看四百个老人 大概有三个家人来 其他都没有来 然后我们现场准备很多玩具 我想说老人要玩具干嘛 那他们跟我说 师父啊老人不要玩具 但是有玩具 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儿子说 带你孙子来 阿嬷有准备玩具 不然孙子不来 可不可怜 可怜 可怜 他只想要看到他孙子 死着也甘愿 就像我妈妈一样 我出家了 那我儿子就不好意思来了 那我妈妈一年 还坐车去那边 看他一眼才回来 才甘愿 然后就看一下孙子 有时候他就骂我 你好狠 我说妈妈 你才狠 你不了解 因为你这样对他很苦 你也很苦 天天在你身边又怎么样 我说妈妈 你要去想所有可怜的人 不要光想你孙子 那些鸡呀呀 那些孤婚也会好可怜 你在想孙子的时候 就赶快点一支箱 做烟共 烟啊烟啊烟 你就不痛苦了 慈悲是最好的方法 好 来 我们现在 佛教最标准的 先供养三宝 然后呢 但是我们供养三宝 不是为自己 来 念一下 为父母 为祖先 为往生者 为所有众生 为六道友情 为印尼人 为马来人 为所有生命 所以要有慈悲心 不是为自己 为所有生命 希望他们得到福报 那这个才符合大悲心 如果你 你修福报 是为了自己升天 当然可以升天 这是绝对的因果 但是这样就 不符合大乘佛教 功德就少一点点 各位要不要 最大的功德 要不要 你要用最圆满的心态 大悲心 菩提心 不自私的空性 那就是功德最大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两天 此海禅士的法会 对整个世界 对地球 对法界都有帮助 好不好啊 那就很高兴 第三页 然后大家慈悲啊 跟我念 来 虔诚其勤 佛法身三宝 诸佛菩萨 护法善神 降临法会 你只要很虔诚 请请 佛菩萨一定来 请哪一尊哪一尊来 比电话还准 那我们请佛菩萨来干嘛 念一下来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愿其离苦得乐 作大功德 作大功德 各位 供一朵花的功德 没办法算了 那么大的功德 只给自己太自私了 你要 为所有蚂蚁 所有海里面的鱼 所有的人类 这正在受苦了地狱道 饿鬼道 愿他们得到福报 升天 所以各位常听我讲 来念一下 谁有八德 供养十方佛 消除恶业 六道清凉 恶鬼升天 水产离苦 众生宵夜 人类得福 光一杯水就可以 所以经典说 用一杯水供佛 八万四千个鬼就升天了 何况我们今天要做大供养 香花灯土果 你要有那个信心跟悲心 你这样来做供养的时候 你会觉得太有意义了 太有意义了 就像你今天口袋的 一百块拿出去 可以救一百个老人不生病 你会觉得这种布施太有意义了 所以各位在家里每天都要虔诚的做供养 做布施 点香 供灯 供花 供水 能够做几分算几分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的存在 对他们太重要 虽然他不认识你 他也不会跟你说谢谢 但是你要永远关怀他 这个叫不离大悲心 不离大悲心 那我们累积这个福报 不为了什么 来 为成佛道 普度众生 都不希望对方跟你说谢谢 如果今天你不吃十块 希望别人跟你谢谢 讲一根谢谢又剩下五块了 再讲一次剩下两块半了 那人就是 这柱子我出了 有没有贴我名字呢 那你功德就少了 因为你有执着 所以要不为自己 为众生 那你这个功德 然后又回向给他们 力量很大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心 当然 大家跟我念一下 来 那么 密尼多 多佛与 受哈 最主要是爸爸妈妈 因为你想到爸爸妈妈 最容易生起悲心的感受 然后与这个感受平等对每一个生命 一只蚂蚁 一直被杀掉的鱼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 希望他们得到这种大供养的功德 特别今天 来 那么大致文殊势力菩萨 文殊菩萨得到成佛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他自己 所以他真实这么努力 奉献生命 终于有能力帮助众生 这是他最快乐的 好 首先我们要共乡 今天你去一个房间 臭臭的不舒服 那我们要把人有六根 各位养成习惯 每个人眼睛都要看到最庄严的 每个人的耳朵都要闻到最香的 每个人的嘴巴都要吃到最好的 喝到最好的茶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每天观想佛 我要把最好看的 最好听的 最好吃的 都供养佛 在缅甸人还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上四点 他们叫我去排队 他替佛陀洗脸 刷牙 就像佛陀 就像自己最尊敬的父亲一样的 做功德 替佛陀扫地 很清清静静的 那我想我们修行 就是希望 每个人在你面前 每一个地方 你都努力了 让整个世界的地板 都像这边这么亮 好不好 千万不要我们寺庙亮亮的 外面暗暗的 你走到哪里 都要让世界亮起来 快乐起来 修行不是光在佛堂 是把佛堂学的 用在别人身上 所以各位 对你的工人好一点 对你的隔壁好一点 用最好的方法帮助他们 那这个就是修行 你就没有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用这个想法 把最好的香来供养所有的佛 以这个最好的香的味道 布施道 地狱道 饿鬼道 他们就超度了 因为佛的加持 这个就是焉供 好 希望各位以后的家里 只要有客人来啦 都做好供养 好不好啊 甚至让客人来供养 过年到啦 来来来 我们来佛前供养 这就是生命最大的欢喜 现代人变啦 现在看电视玩手机才快乐 其他都不快乐啦 慢慢就离开了信仰的生活啊 古时候最大的快乐 就是供养三宝 每一个男生女生 穿得最庄严到寺庙来 因为我们要把自己也很庄严 所有也很庄严 哇 让佛菩萨高兴啊 让老和尚欢喜啊 这种虔诚的信仰很重要 就像各位你去缅甸 哇 有人要出家了 老和尚生日 哇 整条街都很庄严 家家户户都快乐 那我想各位要开始 从你的范围去培养 而且什么叫福田医呢 病人最喜欢看到的 就是穿白衣的衣服 医生来来看我病 对不对 意思是说 每个人你身上穿的东西 不要去凸显你的财富啊 地位啊 身材 我穿这个衣服是 我要服务你 家里有火灾的人 最喜欢看到的是 救火队的来了 所以我想我们出家人穿衣服 在家人穿衣服 他目的是 我是佛教徒 我是要来服务你的 不分你是天主教 回教 道教 没有宗教 我要来服务你的 牛最怕看到那个屠宰衣服要来了 牛最喜欢看到 亚伯萨看到我们戴莲花 哇 这个要来救我的 放生团的 所以福田医的意思是说 你所穿的衣服 是要帮助别人 要帮助众生 你穿这种衣服 就像交通很乱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看到交通警察来的